OK,我录的最后一段,因为它一共是27个站的,我现在已经经过26个站了,那边大家可以看到双峰塔就在这个蟑螂,这边的蟑螂在后面,然后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局的扎打,然后CIMA,另外一个就是Madrakos,118,Garrowby,这边就是这边的建筑,马来西亚就是吉隆,不是说马来西亚是吉隆坡, 吉隆坡的市中心主要有,看一下,KLCC是一个,然后像那个安邦帕克,另外,波克宾堂也算市中心,但是没有,没有像那个KLCC南部市中心,都要懂我意思啊,就有点像那个类似于,比如说那个南京中路,南京东路所在的那个人民广场在上海的位置和那个比如说徐教会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大概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安邦保险, AIA,然后就这样的,这边转一圈,然后回到,也就是从那个这个双城的旅游道巴,是从这个布克宾堂,然后开始,然后转一圈,然后回到这个布克宾堂,一共二十七个站,然后Wizma Coast,Costa weather里面就有些很多这种印度鱼啊之类的,他们在里面可能有些公司啊之类的,当然有很多华人在,就是华裔也在里面上班,然后这两位帅哥美女应该嗨,嗨,嗨, 他是说葡萄瑶语和西班牙语,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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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s just a good weather here, you're right, Kuala Lumpur, yeah, good enough, 然后那边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可能是,呃,可能是,呃,可能是,呃,华人,要不然是的,泰国妹啊之类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刚才还有很多就欧美的帅哥美女,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上面去,到上面一层去了,呃,呃,呃,因为马来西亚这边可能天气比较热吧,这边,这边大概今天,我估计可能也有四十来度,啊, 又是陪您的小孩 行政рон的时候他马来西亚因为他的文化比较触动复杂,在大概就是在之前,大概1000年前,最开始越港巴人的,呃, 我还是印度人 对阿拉伯人 他姓那个就是伊斯兰教师 有大概一两千多年 然后好像是这样 因为我跟当地的人也交流过 然后后来 后来印度人就做生意的时候 然后觉得发现这个马来西亚这边这个地方 好像环境各方面还不错 然后印度也又来了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也 当然在宋朝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华裔也就移民到这个地方来了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像元明清 各个朝代 然后有很多就是福建也和广东以三 由于国内的这种压迫啊 我等等一系列 然后穿一下一跑 他反正就跑到这个马来西亚这边来发散 然后这边就是 我然后 其实还是蛮多的 马来西亚军说是十道符号里面 有九个是华语 然后大概好像排在首位的是两位姓郭的 然后大概这个总资产 大概是一百亿美金多一点点 一百 你可以在网上查得到这 然后这边像你看这种 就是有这种叫中文 自的这种餐馆或者是这种机构 或者办签证服务啊等等系列的 非常多对不对 啊这个是这个地方叫在这个 不克冰堂 不克冰堂 里面很多这种日本 市的这个超市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呃 比如说很高的这四层建筑的 叫大的电脑城大的电脑城就是我所知的在吉隆坡这边最大的线上的电脑城里面销售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个呃电脑不用说各个品牌的像联想啊戴尔然后的华为的电脑另外像phd啊啊什么phd sorry 那个就是原来的像那个红机和华硕啊等等就是台湾台系的电脑 另外还有手机上一个iPhone 啊iPhone我的那个二手的手机iPhone的十一就是在那个呃叫不克冰堂的呃 老普拉达亚特这个呃 这个呃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电脑城里面买到的 然后呃呃 的因为因为呃呃呃怎么回事呃呃 呃其他的在线上买当然也可以 当然很多人还是愿意在线上去看一下 愿意在线上去看一下 人家去看电脑城呢这里 毕竟你就是实体店选的这就可能有更多的路选 这个另外嘛对不对啊 然后有什么售户啊之类的 就在那里边买的 买回去老板去找到相应的那种 然后这边过去 然后就是不平常的 对返华的一带 里面有很多 就是吃那个就是还有 日式的流流 就那种你也知道那种流流 河流不是分极吗 最高是12天的流流 这边有很多的 然后还有一些叫网络网 最高显的超市上 这3万 这种很高的 这个有点像一个城堡 这样的建筑 大家看见没有 大概应该是 德国银行 德意志银行的一个 当然 HT Hsbc 是那个香港汇丰的一个标志 对不对 然后ok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Neaster club 1010 然后101是 当然这台湾的那个 также101 塔也有三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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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